聽說立友的女兒現在兩歲 戶頭也沒錢有五十萬了 這是什麼情況呢 我跟你說 從他 那龍跟你家小孩怎麼幫他理財的呢 歡迎收看新春特別節目 我是主持人千涵 我是李歐 我是鍾哥 祝大家新年快樂 兩位都是我們的好爸爸代表 今天就來跟觀眾朋友分享一下 該怎麼幫小孩的紅包理財呢 這邊我幫大家統計了 關於紅包理財常見的四種方式 存股 基金 ETF 跟外匯 那接下來呢 我們請出我們的財運亨通箱 來幫大家抽獎一下 到底哪一種才是投資報酬率最高的呢 我們就請兩位爸爸來幫大家抽籤一下吧 來各抽一個 好來 來看一下 第一個 純股 我的是 ETF 好來再一個 好 再來 剩最後一個 基金 好 好 最後一個是外匯 我們就先從存股開始好 因為存股還蠻常見的 不過存股真的只能存金融股嗎 還是我們可以選擇其他一些像高值利率啊 或是產業前進好的標的 沒錯 通常呢 存股你要看你的年紀啊 金融股就是一般比較適合那種退休族 求穩健 求這個現金流 對那 你的本金要夠大啊 存起來才有感覺 你的這個金額才會夠大 可是小朋友小孩子 他的本金是比較小的嘛 可能就是押稅錢紅包 我會建議存積極成長型的 之前我們一直跟大家分享 這個汽車HUD的這個產業股 那這樣子的個股 你可以知道未來的幾年都很好 你就可以長期投資 或者說車用鏡頭 電動車未來很好 你就可以持續的去存這樣子的股票 對那你的報酬率會比較驚人 那我們再來問一下 ETF號稱無腦投資法 報酬率比存股更高 可是除了0050或0056 還有其他標的可以選擇嗎 是我們認為說 你可以去佈局一些指數型的ETF 因為這種指數型的ETF 下去它一定會上得來 那這種條件在什麼 在崩盤的時候 你要勇敢去做買進 崩盤反而是讓你累積你的部位 那上來之後 你的貝斯和大眾 貨利才會跟著成長 那這邊我們會建議大家 你就選擇一檔就好 0050這一檔 那他記得上來之後 你既可以這樣 抓到價差 也可以抓到利差 0050是有配息的 那我們也會建議大家 明年可以看一下中國大陸市場 這邊006 205的富邦上陣 是大家可以去留意 但是ETF有一個重點 我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期貨型的ETF 請大家不要碰 因為它有時間性的價值 那這種期貨型的ETF 只適合什麼 你有時間看盤 那當它趨勢開始出現的時候 你在順勢經常操作 所以ETF差別是在這邊 原來這樣 那接下來我就要問基金 據說基金是有專業經理人幫你管理的 對於一些雙薪家庭應該更合適吧 其實你要存基金這件事情 跟你是不是雙薪家庭 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基金的進入門檻很低 比如說台股基金一個月定時定額只要3000塊 那境外基金一個月定時定額 頂多就是5000塊錢左右 那小朋友的這個押稅錢利用錢 可能一年可能就6萬塊 那你一個月5000塊定時定額 剛好可以扣一整年 你時間拉長 就每個月這個過5年過10年 其實你就是持續累積部位就可以了 那但是你可以適時的獲利了解 比如說你賺了15% 20% 你就記得要逢高做一個獲利出脫動作 那我們接下來想問一下外匯啊 外匯比較冷門一點 那現在新台幣這麼強的情況下 外幣是不是一個好選擇 我們覺得外匯目前就只有兩個商品 你可以碰哪兩個呢 第一個美元 第二個什麼人民幣 你往這全球兩大經濟體去做一個佈局 是最適合的 那其他什麼阿媽阿狗 比如說南非幣或是澳幣 當初買在那個高點 現在都還在套牢 或者是什麼 解封後你要去日本 你也可以這樣趁勢去買一些日圓 是 那聽完利友跟龍哥的分析 想問問兩位爸爸 各自都是怎麼幫自己的小孩理財的 我先問利友好了 聽說利友的女兒現在兩歲 戶頭裡面已經有50萬了 這是什麼情況呢 我跟你說 因為我還有錢阿 他也帶財嘛 小朋友一開始 你知道小朋友很會生病 對 那我們會幫他做保險 對保險 那從他零歲到兩歲 就住院三次 平常不感冒 一感冒 醫生就說你這個可能要住院 就讓他住院嘛對不對 可是我們保險 不一樣嗎 不一樣 因為十字十付 比如說別人都買一張 我買三張 換句話說 十字十付 你去住院 這次住院好 花個兩萬塊 那十字十付就便宜兩萬 可是我們是賠六萬 因為有三張 所以反而還賺錢 那再來呢 股票抽籤啊 像之前 他有抽中和潤嘛 那個價差就很大嘛 然後基金就定時定額嘛 那外匯的部分 就買這個 美金嘛 多元投資 多元投資 那像我們家 他真的很帶財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 主要是小孩帶財 對 家裡面連那個台電有沒有 抽籤節電競賽 你知道嗎 幫他 因為我們這個用電嘛 跟去年同期相比 是比較省的 台電辦節電競賽嘛 然後我們去抽籤 竟然還抽中 三萬塊 所以有獎金的比賽 都要高 都要參加 那龍哥 你家小孩 你怎麼幫他理財的呢 哪有什麼理財 都馬被媽媽拿去了 對 在我們家就是 媽媽開心 全家都開心 所以交給媽媽 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所以媽媽有什麼理財絕招嗎 這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就做個假設好了 如果你今天是 投資台灣50-050 你每個月定期定額 當你抽滿十張之後呢 我們會建議大家 把它轉換成股票期貨 那為什麼轉到股票期貨呢 第一個 你這邊不但可以做到價差 你可以做到利差 利差不用繳所得稅 那還有很重要一點是 你用股期去換唱的話 其實每個月還可以 多領一些紅利錢 所以這是三贏的一個效果 另外一點我們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這邊其實你可以去佈局一些可轉站 那為什麼要做可轉站 第一個它保本 而且你可以用可轉站 來參加什麼配股配信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樣方式的開 可以讓你這個部分 是越來越棒大 非常謝謝今天兩位爸爸的分享 最後祝大家新年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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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